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8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瓦格纳,聊聊普里格金 我们先看看这个非洲的尼日尔目前什么个状况 美国国务卿,副国务卿纽兰7号在尼日尔与军政府会面 在尼日尔的首都尼亚美,纽兰说他给出了结束军事政变的一些选项 并说明了如果尼日尔军方不恢复巴祖母总统的职权 或者像马里一样引入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公民兵 那将对该国与美国的关系产生什么后果 纽兰与该国军方高级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超过了两个小时 期间还要求会见尼被扣押的总统巴祖母或政变领袖齐亚尼 但军遭到拒绝显然没有任何收获 实际上就是美国也在插手干预尼日尔的军事政变 美国的态度是要放出巴祖母总统 如果尼日尔不恢复巴祖母总统的权利 或者说尼日尔军方跟瓦格纳集团合作的话 那么美国恐怕就要加大干涉的力度 首先是制裁西非经济共同体在未来两天恐怕再次开会召开会议 前几天尼日尼亚总统要出兵干涉尼日尔的军事政变 但是被尼日尼亚的议会给否决了 那么这次又要召开西非经共体会议 那在这个会议上面有可能会达成一致 就要军事干涉尼日尔 昨天咱们说了这个尼日尔的事件走向了 与这么几个国家密切相关 美国、法国、阿尔及利亚、尼日尼亚 也跟这四个国家关系非常密切 受这四个国家影响 刚才美国态度咱们已经知道了 那法国什么态度呢 说94名法国参议员向马克龙写了一封 关于巴黎在非洲崩溃的公开信 费加罗报援引这封信称 今天的尼日尔、昨天的马里、中非共和国、布吉纳法所 拒绝了法国、法国军队、法国企业 并点名科特迪瓦、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和摩洛哥 信中称 2014年法国真是干预失败后 瓦格纳集团来到了非洲 来到了那些领导人、团结人民 反对前殖民国家的国家 参议员们写道 昨天的法属非洲正在被军事上的俄罗斯非洲 经济上的大国非洲和外交上的美国非洲所取代 非洲一个友好的大陆不再理解法国 并越来越多的质疑法国的角色和存在 实际上就是法国人在非洲 可以说是逐步的在被压缩空间 刚才这个94名法国议员说的很明白 你从泰式上看 本来这个马里、布吉纳法所这些 都是法属的殖民地 法国人在那经营了很多年 在非洲很多国家这个法语是官方语言 当然现在你看 布吉纳法所、马里已经把法国赶出去了 那接下来尼日尔也要把法国赶出去 法国在西非空间越来越小 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瓦格纳 还有某国的就是东方大国的经济 基地组织非洲分支宣布向尼日尔边境进发 而且宣称要包围和消灭尼日尔境内的瓦格纳雇佣军部队 基地组织已经被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 这个好像没问题 瓦格纳还有一些被很多国家西方国家也认为是恐怖组 这俩恐怖组织到一起要分一个高低啊 那现在呢 尼日尔军方和这个马里、布吉纳法索、瓦格纳他们已经串联到一起了 而且尼日尔已经在国内进行动员 关闭领空准备迎接暴风雨的到来 而这个另外一方呢 西非的金贡体、法国、美国恐怕在未来几天会采取一些措施 这个咱们继续关注 我们再聊一聊在沙特捷达召开的反俄联盟大会 这个反俄联盟大会这个名字是俄罗斯人起的 俄罗斯人扎哈勒瓦还有外交部说啊 你们这些国家在沙特开这个会就是反俄联盟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在这个反俄大会上面主办国是沙特 然后沙特两边做的分别是美国和东方大国 有记者啊问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米勒 问这个米勒啊说啊 关于中国在会谈中发挥的作用 你能谈谈美国如何看待中国的参与吗 会谈是否富有成效 他们是否真的在谈判桌上以一种真正的方式朝着结束 而无冲突的方向努力 这个记者问的也很刁钻呢 这个米勒说啊 美方确实认为中国此次出席会议是富有成效的 他说啊 我不会透露会议细节 因为这是一次闭门会议 但我们认为他们的到来是富有成效的 米勒称美方早已表明态度 若中国愿意发挥增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作用 并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发挥作用 这将是富有成效的 他表示美国认为各国参加会议 并直接听取乌克兰方面的声音是有所帮助的 随后啊 这个米勒他第二次重申说 因此我们所有人认为任何国家来直接听取乌克兰的担忧 都是富有成效的 我们认为中国这样做富有成效 此后记者提到 此次会议的照片报道显示中美两国官员分别坐在东道国沙特的官员两侧 并询问中美沙三国是否真的在此次会议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探索出一条建设性的有可能结束俄乌冲突的道路 米勒回答我认为仅仅根据照片来解读任何事情总有点危险 有时有效有时无效 沙特是此次会议的东道主 他们是因乌克兰的要求这样做 这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提到 我们认为他们 只是沙特方面 这样做是有成效的 正如我们认为 他们几个月前邀请泽伦斯基总统访问那样有成效 他同时指责俄罗斯拒绝参与有意义的和平谈判 称美国愿意发生任何有效的作用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也欢迎任何其他想要发挥这种作用的国家 随后有记者提到中国派遣特使仓会的问题 米勒则回答他不打算谈论中国为何派遣特使 我想说的是我们在会议上传递的信息 如果刚才传递的信息本质上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们认为如果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作用 如果这个作用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 那竟然是有意的 8月6号来自美国、印度、巴西、乌克兰、东方大国 一共是42个国家高级官员在沙特的吉达参加这个和平会议 关注这次和平会议呢 美方的态度刚才已经说了 实际上这次会议咱们以前也说了 就是沙特提供一个舞台 把这些南方国家还有一些就是中立的 持中立态度的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 把全部叫到吉达 然后就乌克兰向他们解释 表明乌克兰和平立场 乌克兰的条件 泽伦斯基不是提了十条吗 实际上这个就是争取中间派啊 因为这些都是中间派 争取中间派并不是要形成一个什么停战协议 形成一个什么可执行的协议 这是不可能的 你形成什么协议 你得由俄罗斯参与啊 俄罗斯不参与你形成什么协议啊 怎么执行啊 所以主要是沟通 但是这个会议好的一面在哪呢 他还要沟通 如会啊 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同意 六周以后 也就是四十天以后啊 他们还要开一次 继续来沟通 那至少说明这次会议啊 非常有成果 有成效 就是大家愿意坐在一起 来谈这个事情 也正以为如此啊 这个会议的效果 恐怕是超预期的 无论是乌克兰 还是美国 他们 你看乌克兰的外长库里巴 他就说这是历史性的 什么重大的叫转折还是胜利啊 美国人也说的 这叫富有成效的 为什么 这四十二个国家都认可 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这个就形成一致了 大家认为这个是联合国宪章 这是不能动的 那对乌克兰来说呢 这是核心条款 关键的核心利益 大家都认可 都支持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 这叫重大的一个成果 有更多的国家 理解同情乌克兰的这个 反侵略战争 但是不代表这四十二国家 只要对俄罗斯 采取什么措施 就要去援助乌克兰 这个至少这次会议 或者是下次会议 都不会设计 还是在这个立场上沟通啊 就是大家更多的 理解同情乌克兰 同情他的遭遇 同情他现在正在 进行的反侵略战争 正因为啊 这次会议啊 恐怕是超预期的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所以俄罗斯啊 又慌了 当然了是俄罗斯慌了 一点夸张 就是俄罗斯又觉得很失落 本来以为 你们这四十二国家 在那沙特 能开出个啥出来呢 开会之前 这个俄罗斯外交部 就已经给他们定信了 你这是反俄联盟 结果因为会议 结果啊 非常有成效 大家都说好 所以俄罗斯啊 那就更加觉得自己失落了 被世界孤立了 所以这个俄罗斯啊 他赶紧挽回啊 对吧 你不能再说这个是 反俄联盟了 如果再继续这么说 说这些人都是反俄联盟 那你俄罗斯真的就自己啊 自绝于世界 连金庄国家这个伙伴 都被他划到那个叫什么 反俄联盟里面去了 这不打脸嘛 所以这个俄罗斯啊 马上要端正态度 至少要做出姿态 当地时间七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罗斯肯定了中国等金庄国家 与南方国家的劝和促谈作用 谴责乌克兰提出的和平参议 为毫无意义的最后通牒 同时称俄罗斯愿意 接受严肃认真的提议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消息 扎哈罗斯表示啊 俄方注意到 包括金庄国家在内的 俄罗斯的伙伴参加了此次会议 希望列席的这些国家 与俄方分享看法和进展 俄方高度赞赏来自全球 南方国家的伙伴 提出的调停和人道主义倡议 认为这些倡议旨在实现和平 与中断谈判的乌克兰政权不同 俄罗斯始终对外外交解决危机 持开放态度 也愿意接受严肃认真的和平提议 他表示 与之相对的是乌方的所谓和平倡议 没有一条旨在推动 通过谈判与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是对俄毫无意义的最后通牒 指责西方与乌克兰在多个外交场合 强行推动这一倡议 旨在忽视与贬低其他国家提出的和平方案 在乌方所谓和平倡议基础上 和平解决俄乌冲突是不可能的 这个俄罗斯非常有意思啊 他没有受到邀请 人家都不带他去开这个会 抛弃了俄罗斯 所以俄罗斯在会前他是骂 说这是反俄联盟 但是会后呢他发现在骂不行了 你再骂没朋友了 所以他区别对待 他把里面什么金庄国家合作伙伴 他说这些国家去是劝和促谈的 他们这个是要外交手段解决危机 希望他们要跟俄罗斯联系 就是传达一下这个会议 到底讨论了什么 你这个会上啊 严肃认真的和平提议 俄罗斯要认真对待 就这个意思 但是他又画了一条线 什么线呢 就是乌克兰说的那个和平方案 是毫无意义的最后通牒 按照乌克兰那个和平方案 根本就达不到和平 这个俄罗斯人呢 脑子清醒过来了 你再这么诋毁的吧 对世界啊 对这么多国家组织起来想 解决乌克兰的这个危机 采取这种谩骂 说是反俄联盟 再这么下去就没朋友了 彻底的孤立了 所以他现在往回收了 说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有成果的 就是那个乌克兰那个和平 倡议的失调啊 那个是十足的 毫无意义的最后通牒 还说乌克兰和美西方 长期以来一直忽视 其他国家提的和平倡议 天天兜售乌克兰的那个和平倡议 俄罗斯已经感受到自己的孤立 这个恐怕也是 这次和平峰会的成果之一啊 然后这个扎哈罗瓦 他又阐述了俄方的诉求 对吧 你满足这些诉求 咱们才能达到和平 什么诉求呢 第一个 说乌克兰要停止军事行动 和恐怖主义袭击 美西方停止向乌克兰 输送武器的情况下 才能找到公平的解决方案 这个就是说我打了你 你不能还手 你只有不能还手 或者没有还手的能力 咱们才能和平 你要有了还手的能力 咱们就没办法和平 你说这是不是叫强盗逻辑 还有一个说你乌克兰啊 你现在不要动手 不要反击 反攻 要停止这个军事行动 你这都是恐怖袭击啊 就是你这地方我站了就站了 你为什么要反攻呢 然后这些西方国家 给乌克兰送武器让他反攻 你这么下去 是没有办法取得和平 所以说乌克兰一要停战 乌克兰你不要进攻了 第二个美西方 你不要再援助武器了 这个是和平的前提 这个和平 你不能说他说错了 俄罗斯说的也是对的 就是说你让乌克兰 没有还手之力 他不就和平了吗 你看这俄罗斯人的逻辑多么强大 然后又说了啊 应该确立乌克兰主权的原本的基础 就是你乌克兰原本的基础啊 你主权独立吗 你要做中立国 不结盟和无和性质 就是你要做个中立国家 你不能加入任何什么欧盟啊 北约然后你还不能有核武器 扎克罗斯认为啊 这才是真正实现全面稳定和公正的和平的途径 此外他还再次阐述了俄方的诉求 包括乌克兰与西方承认新的领土现实 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以及乌克兰保障国内少数民族权益 这个非军事化去纳粹化 这个就比较泛泛的 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保障国内少数民族权益 这个天经地义的 就是应有之义 这也没什么好说的 唯独是什么呢 叫新的领土现实 这又是一个强盗逻辑 新的领土现实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乌东四个州啊 他们都已经公决了 公决之后要独立 独立完了之后是加入俄罗斯了 你们要认清这个现实 现实就是这四个州现在是俄罗斯的 克里米亚早就是俄罗斯的了 这叫现实 然后你乌克兰还有美国 你们认清这个现实 咱们才能谈判 那你说这个俄罗斯人 这哪有什么谈判的诚意啊 拉夫罗夫表示啊 俄方高度赞同 大国提出的关于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立场文件 赞赏并欢迎 中方为此发挥 建设性作用 咱们以前说过了啊 俄罗斯一旦不行了 在战场上处在下风 然后外交上面也处在劣势 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 大国的啊 这个十二条啊 立场文件拿出来了 说咱们照这个谈 这个都是建设性的 然后说 哎这个是你们提的 你们赶紧去找他们谈 咱们也挺火啊 这老是打怎么回事啊 就是他不行了啊 他一旦战场占乌主动权 或者一旦乌军啊 反攻失利 或者他在外交上面 稍微取得一点这个优势 他立马就把你这个什么 立场文件啊 搁一边去了 说啊 你那个立场文件啊 还是有点问题 这就是俄罗斯人的惯用伎俩 从目前双方的表态来看 这个离真正的和谈还远着呢 先要在战场上分出高低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国内 现在什么状况 这个车臣的卡特罗夫啊 消停了一会儿 有一阵子 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去放炮 他本来他跟梅德维杰夫啊 他是俄罗斯口炮界的 两个天花板的 他是之一啊 要不是普京拦着 那车臣早就解放波兰了已经 但是最近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可能是受这个 瓦格纳政变影响 卡特罗夫收敛多了 在社交媒体上 也不怎么放炮了 现在只剩下 梅德维杰夫啊 一个人苦苦支撑啊 要不然他们俩是双炮欺民啊 像二踢脚啊 现在就是梅德维杰夫了 这个卡特罗夫呢 8月8号 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 就是电报频道上说啊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车臣以下特别军事行动区域 派遣了两万九千名军人 目前前线有七千多名战士 卡特罗夫表示 在于车臣共和国安全机构指挥官的会议上 我们讨论了与特别军事行动有关的最紧迫的问题 地区指挥部负责人 穆罕默德·道多夫报告说 在整个特别军事行动期间 车臣共和国派遣了两万九千名士兵 其中一万三千人是志愿者 目前前线阵地中有七千多名战士 据他介绍 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 车臣组建了三个营和三个团 并在这短的时间内提供了必要的制服装备和武器 另外还组建了三支俄罗斯禁卫军部队 总兵力超过五千人 这是今日俄罗斯报道的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和平时报道卡特罗夫不太一样 卡特罗夫少了平时那种嚣张 那种口嗨的那种本色 变得比较低调 开始百功了 对吧 一件一件的说 你说一共派了两万九千人 还有这个一万三是志愿者 然后现在啊在前线还有七千人 然后我们组建了几个营几个团 这种百功啊情好 一个人感觉他是要么就是收到了这个普京的秘密调查 他已经感觉到危险了 要么就是卡特罗夫啊 他自己想低调想折服下来 一往卡特罗夫在社交媒体上是不会说这些 说的都是如何消灭波兰和平这个乌克兰 他在这大奖特奖车臣人在特别专事行动中做的贡献 我派了这么多人 给人感觉好像是在向俄罗斯宣传 你看今日俄罗斯报道嘛 宣传我车臣为了这个俄罗斯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和牺牲 大家难道就不能理解一下车臣吗 难道还不信任车臣吗 但是啊 俄罗斯人是不会相信车臣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上一次啊 俄罗斯的这个警察 公然的这个搜查了莫斯科郊区的一个清真寺 那么最近俄罗斯警察开始四处出击 逮捕穆斯林社区的居民 开始突袭全国各地的清真寺 抓捕嫌疑人 抓捕什么嫌疑人呢 就是这些动乱分子 闹车臣独立的 很奇怪的是 卡德罗夫这一次没有发表任何看法 上一次啊 莫斯科大量的这个车臣人啊 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反对这个俄罗斯警察去搜查清真寺 结果卡德罗夫还出来讲话 安抚 说大家不要给什么境外势力滴刀子 你们都是被这个美帝国主义指使的 咱们不能上当啊 这一次啊 俄罗斯警察到处抓这个车臣人 卡德罗夫不说话了 沉默了 实际矛盾就这么积累下来 如果联系到卡德罗夫刚才说的那些话 卡德罗夫这么低调 就说明车臣和俄罗斯之间已经出现矛盾 现在很微妙 恐怕就差导火索啊 一旦一个偶然机会爆发某一个事件 一个导火索 有可能车臣这帮人又反了 这个值得关注啊 因为反了也能怎么样啊 卡德罗夫他现在就在想啊 普里格金反了 坦克的开到莫斯科去了 把地宝老人下的尿裤子 我还去救驾呀 我也没得到什么好处 然后天天受气 老是怀疑我在造反 老是针对车臣人 车臣人立功了 你怎么老针对车臣人呢 然后那个叛论分子啊 普里格金吃香的喝辣的 还去参加什么俄罗斯非洲峰会 不仅不把他抓起来 还给他生意 给他业务 还把他当贵宾对待 那你说卡德罗夫他能服气吗 他心里不服啊 他是有功的 他是去镇压瓦格纳的 好歹除了三路骑兵 虽然都没达到目的吧 但人家是去救驾了嘛 显然啊 车臣人没有得到什么好 在这次平定瓦格纳暴乱的这个事件 卡德罗夫没有捞到实际的好处 难免心里有些怨恨 然后再对比一下普里格金 他在想象自己 你说他能服气吗 当然不关卡德罗夫 可能他还有别人呢 都会这么想 所以极有可能啊 要再次发生内乱 不关卡德罗夫啊 现在没有憋什么好啊 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现在也出问题了 前不久啊 咱们介绍过 梅特维杰夫啊 他停在这个克斥式的豪华邮轮 本来停在俄罗斯这个港口 因为这个乌克兰啊 他不袭击克里米亚大桥吗 他有可能轰炸这个克斥式 或者是梅特维杰夫 提前知道了 乌克兰呢 可能要封锁俄罗斯的这些港口 不把六个港口封锁了吗 所以这个梅特维杰夫啊 把他的豪华邮轮 开完土耳其 结果被土耳其查封了 据说那个游艇啊 价值一亿美元 大家可以看这视频啊 你说这个事情 让俄罗斯人怎么看 梅特维杰夫恐怕认为啊 如其放在这个克斥式这港口啊 被乌军给炸掉了 这晚上也顶不住那个 乌仁廷一下 把乌仁廷一下 可能就把他炸成了 他恐怕想 如其放在这儿 有可能被乌军给炸成 那还不如把他送到土耳其去 给土耳其扣牙 等以后关一好了 再把他要回来 有人说啊 这个梅特维杰夫很生气 恐怕要扬言要报复土耳其 我想这个不会的 我认为是梅特维杰夫故意的 别看他满嘴抛火车 看上去天天醉醺醺醺的 实际上他心思缜密啊 算盘打得金得很 你放到土耳其不会挨炸啊 这以后结束了再谈判 把它拿回来 你放在俄罗斯的港口都会炸 炸完了之后你还找谁陪呢 谁都找不着 总得让普京给他陪吧 所以这鸡贼得很 但是这个事情传回俄罗斯之后 俄罗斯人会怎么看呢 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现在是直线下降 这卢布贬值越来越厉害 虽然这俄罗斯的电视啊 媒体都在宣传 卢布贬值不影响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 因为你们买西红柿买这个牛肉啊 买白菜用的都是卢布啊 咱们用的是俄罗斯的价格 又没让你用美金来买 以前卖10卢布 现在还是卖10卢布啊 所以说对你们没影响 但是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平 生活条件是直线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 梅德维杰夫还有个 价值1亿美金的豪华油体 这俄罗斯人怎么看呢 梅德维杰夫啊实现是 另一种转移财产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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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